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好玩的 打金石掌老师,可以实现无限复活 首先,根系中意间欲,选修不胜不灭 其次,修行神通里的救命毫毛颠满 尤其是最后的去来空,它有概率不消耗法术次数 闲话少说,进入正题 站在他面前,等着被打死 第一次复活,没有消耗法术次数 因此,修行神通路 第二次復活,沒有消耗罰路刺手 連續兩次沒有消耗罰路刺手,運氣真好 第四次復活,第四次復活 第四次復活,第四次復活 第四次復活,消耗了罰路刺手 可以通過使用固印花擊殺幽靈快速讓救命黃毛冷卻 第四次復活,沒有消耗罰路刺手 中文字屬活 第五次復活沒有消耗法圖刺鼠 第六次復活沒有消耗法圖刺鼠 這概率我的運氣爆棚啊 第七次復活 機器使用桂花擊殺幽靈快速讓救命黃猫冷卻 殺了他一下拉他仇恨火之後太浪費時間 第八次復活 第六次復活 第六次復活 等的就是他呼喚圖兒們棍花耍起來 第九次復活 當他剩下半血的時候 會升空召喚幽靈 你居然可以通過擊殺幽靈來恢復救命豪猫的冷卻時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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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生長 又來召喚突然本了 很開心 這次召喚的幽靈有點少 你可以擊殺其他幽靈 繼續加換法術冷卻 這三個幽靈可以讓救命號毛完全冷卻 這三個幽靈 拿著加上 死也不不 去吧 第十次复活没有消耗罚处刺厨 这里是由救命航王触发的不死状态 第十一次复活没有消耗罚处刺厨 第十一次复活 第四次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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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隻符啊 第14隻符 第15隻符啊 第14隻符 這次你的幽靈不地多 足夠讓救命號碼冷卻了 第16隻符 滿狀態復活 金石杖老哭了 這怎麼玩 最應該感謝的是堅持上牢 總是給我的機會 會 打架子 第十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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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没有足够多的幽灵 所以救命号码没有冷却 第十七色 第十七色 这里又差几个右两了 没有躲过去 连续符合中断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